剛才你去拿快遞 我在這兒等你 然後你看對面 這個路口的對面 馬上要過端午節了 那個大爺在那邊賣那個 公雞 咱們過去看一看 我們過去照顧一下生育 這邊也只有他一個人賣 這幾年買東西呢 我也偏習慣 如果買地攤的話 盡量買這些年齡比較大的 大爺大娘的東西 一般他們這麼大年齡 還出來做一點生意 其實不容易 而且好處就是這些大娘大媽 他們不會看人下菜 無論要價 這個只是我們當地端午節的一個習俗 其實他真正的含義我也不是太懂 這個就和我們過年的時候貼蔥蓮 一個意思 小孩的身上也要背一個 這個我就不知道背哪個 然後大爺推薦了一個 那就按他這個來吧 這幾根艾草還是大爺特地贈送的 免費 收費一共8元 怎麼這也花不回 今天沒不完面再繼續 哎呀這兩邊有啊 你咋子玩呢 是 是 還叫這有別的票抓了 每年多一些 哦 搞什麼 是結活不能結就多了 哈哈哈哈 現在連接中午了 馬上11點了 這是我們幹最後一個活了 到這邊給客戶維修個浴霸 走 這房子豪宅 這剛進去玩 這是一個大卧室 帶一個衛生件 這是客廳 好房 這房子也是一個主卧 主卧帶一個衛生件 幾個衛生件 兩份 這邊是個次卧 三個卧室 三個卧室 這邊是餐廳 因為餐廳這個凳 這個凳不錯 看廚房 廚房也不小 然後我們過來 到衛生件我們給他處理這個浴霸 這個浴霸之前有問題 這不是我安裝的 然後是蘇聯易購的 蘇聯易購他們管售後的 這應該是第二次了吧 第一次打電話說是維修了 最後他們的師傅過來 他們師傅過來修的話說查不出問題 然後廠家給發的皮件 廠家給發了一個燈板 像我們自己家的浴霸 如果這個燈壞的話 看到嗎 你可以按尺寸去量 量它這個尺寸 燈是多大 這個燈網是可以單獨買的 你不要把它想的太複雜 看見嗎 它其實就是一個普通的燈 然後這個燈呢 配了一個驅動器 然後你按著線 給它接上去就可以了 它沒有其他的 現在我開一看一下它是什麼問題 放棉火亮 吹風換氣 換氣可以 吹風的話也可以 那說明這個浴霸沒有問題 還是燈的問題 要處理的話還是處理燈 沒有問題 我上去看一下 現在我們測試一下這個燈 是不是好的 按說這個新的不應該是壞 現在我們把它那個接頭拆了 拆了我們先測試它這個燈 是不是好的 現在這個燈就分離開了 嗯 我們測試這個燈的時候呢 也不用這樣 單獨試燈的話 我們接一個擦板 接一個擦板從這裡直接給它試 如果燈沒有壞的話 那就是裡面接線的問題了 它不是其他的毛病 哪有電源 嗯 我的這個擦板其實也是防觸電的 你看到了 這個有 然後這個被我就給掏通了 就是平時我們擦電試電的時候比較方便 那就說明這個燈它沒有問題啊 這個燈是可以亮的 不是燈的問題 嗯 這個燈板是它之前的 按這麼說的話 這個燈板應該也是好的 不應該是壞的 測試一下 看這個燈也是好的 說明它這個發貨弄了兩次啊 還是沒找到問題的主要原因 現在的燈就是這樣子 浴霸的燈 好的 現在我看了一下這個頂子上的線的情況啊 看到嗎 現在這個情況 我突然間感覺 這個燈線吧 是單獨走過去的 這個是一個零線 這個線 這個線可能接到外邊去了 不是沒有接到這個浴霸開關裡面 接到外邊去了 行了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燈線接上去吧 接上去試一下 找一下具體問題在哪裡 在這兒 糟了嗎 糟了 哎 這個活著就讓我羞傻羞 廠家還換了一次燈 原來這陽台是開關的走在外邊 你看起來 那邊這個開關就四開 這個燈控制的是主燈 這個估計是帶雙控的 這個是一個過道的 第三個控制的是這個燈 這個過道燈 第四個開關控制的是浴板 好 就是亮了 好 那麼現在問題已經找到了 我們給它復原吧 這根本就不是燈壞了 它以為是在這裡 開關在這裡照明 這個頂子裡面的線走的比較亂 這個東西真的是勞民傷財 你看 這個 這是廠家 又一次發來的貨 這就是本次了 我來安裝 要還是換這個燈 看見了嗎 還是一個燈板 還是一個燈板 裡面還帶了一個驅動 這廠家你想吧 這廠家被整的 慘不慘 夜煮以後 夜煮以後燈壞了 有的換了 兩套 一套兩套三套 現在看一下 這個浴板的開關的燈 控制的是 進前燈 進前燈 看 我們從那的話 可以關的掉 其實這個接法也對 因為我們進來的時候 你如果在那開的話 它還是不亮 進前的還是不亮 你必須到這按這個開關 它才可以亮 你還不如就接成這個樣子 從外面一開 一萬燈先亮 對吧 這個亮度也夠 如果你洗臉化妝的話 說明把這個一開 這個就化的時候好化 這樣做其實是合理的 可能夜主不知道 這些水爹師傅 當時竟然是什麽原理 他沒有注意這個東西 一直以為是這個燈有問題 然後他在這兒一開 他還沒有發現這個 估計是沒有發現 剛才給夜主打了個電話 他也沒過 說是過了 把這個情況跟他說清楚了 其實這樣用 其實比較合理的 我們這個維修呢 已經完成了 現在我們就撤了 這客戶把這個電斷掉 走吧